喂!嗨! 大家好! 見不見到我? 有沒有人進來? 見到有隻眼睛,成功了 不要玩一條線 不要過來 嗨! 肥仔這次設定好了 嗨,Ella CK中,hello,進了 成功了 肥仔設定了這個燈 我給你們看看效果 你們覺得怎樣? 應該開還是不應該開? 見到分別的請出聲 應該開還是不應該開? 女兒,不要玩啊 你媽媽在做節目啊 喂? 比較一下,你覺得 這個是開了,我現在關掉了 可以了 你們覺得怎樣? 開好還是不開好? 嗯? 我們先看一些反應 等等 OK OK 喔,11個留言 你知不知道 你們留言 很多時候我們是看不到的 不知道 不開 蛤? 怎樣呢? 你一個說開,一個說不開 我想我們需要投票 是 來,繼續給留言 開,不開,開 OK 怎樣啊 永遠都是2比2 這些反應 OK Alan Liu就說 Light on better 跟著Jerry Aunty 不開 Cecilia Liu開 Cathy Phone switch off 現在好開嗎? Light on 開 OK,似乎開的 多點喔 開 OK,開囉 這個就是開啦 開了就這樣 開精神一點 喔 OK 沒開,沒那麼精神 是啊 我知道 其實我真的很不精神 因為我今早 先回 我今早回到家 是 6點多 7點 跟著呢 搞得來 是 叫做睡到覺 是9點幾10點 即是我在日本 即是你們知道 我剛剛去日本 是日本 睡醒時間 就是我今天 supposedly的 睡覺時間 跟著呢 但是由於 過去那7天 是早睡早起 所以呢 就 很快就醒 那呢 就笨笨 那我的笨笨 我今天想休息 我今天不用開工 但我今天要休息 那我就去看 The Darkest Hour 即是 講 邱吉爾 手上的那部戲 未看的 麻煩你去看 因為真是 神級演技 真是很誇張 我知道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但是 你直接看到 你進場 你就已經忘記了 那個是 Gary Oldman 你就覺得是 邱吉爾本人翻生 Anyway 好了 那大家看到 背後 這些一支支的 看到嗎 嗯 OK 哇啦 你猜這些是什麼呢 什麼呢 這些呢 就是 吐了它 一大段時間 終於 今天 我回來了 我Quality Control Quality Check了 QC了 是OK 出得街的 紅茶菌 OK 對了 那我就會 再開一個Post出來 就是想要紅茶菌的人 就留言了 我們按先後次序 不過 這個要說一句 不過 就是 我是優先要給 我現在care for 的cancer patient 這個我答應了他們 所以就不好意思 如果 我不是說 你們沒有cancer就不重要 我不是這麼說 我意思是 因為他們的情況 他們更加 急切地需要 紅茶菌 這些 是自己的 我買了一個很大的鋼 很大 但是 我給不到你們看 是 這樣 抱著 這麼高 我想每次可以出產到 我想大約30支 這是1L的 OK 我會開一個Post 這樣就不好意思 麻煩大家 在我未研究到 怎樣可以 給你安享家中 就可以收到它 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還是要出銅鑼灣 這樣 我們就可能設一個時間 每天的7點鐘 這樣 來pick up 這樣好不好 我會出個Post給大家 這樣 今天為什麼會在這個位置 因為肥仔決定 肥仔 你很幸運 我今天做到一個節目 要不然我有時間 抵你了 上個星期 我在日本 我在東京 俗稱我鄉下 香港人的鄉下 我呢 每次去我都住新宿 你讓我閒話加上幾分鐘 等多人進來 才說正經事 那我呢 那一晚 我走了 因為我住新宿 我每次都住新宿 那我住了另外一個Airbnb 因為我一向住那間 就預約不到 空了 那我這次住那間 就很近 很幸運 很近 就很近 我每次都去的一個 叫做溫泉 叫做Thermayu 如果是新宿的人 都應該知道我那間 都挺近伊世丹的 那我就是呢 看到 OK 日本時間的 十一點五十分 這樣 立即 check out 飄了去 離開那個 岩盤浴 溫泉 趕快衝過去 房間裡 開了電腦 打算跟大家說說 我怎麼知道 你也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有看到 生童感受的page 就是說 detect不到那個camera 我小時候 呆了 我說為什麼你會detect不到那個camera 喂大哥 我是特地 特地摸回去 你這樣玩我 然後就做不到 OK 終於回來 多謝肥仔 今天終於做到了 那我去日本的trip 講幾句 我每次都是這樣 就是 我是做事做到最後一個分鐘 包括做節目 剛剛那次也是的 是星期六晚做完 跟次官做完禁室 做到一點多些 然後我班機 是九點鐘起飛 那我六點鐘要起床 我七點鐘要出門口 是最遲 OK 那中間其實 沒怎麼睡過 要是會經常走來走去 怕死了 會不會批漏東西呢 那些 如果那天 是有一個個人通勝的話 一定是寫著 是說 不宜出門 不宜去日本 發生的 發生的事 就是 去到了 上飛機 你可以想像到 我之前沒有睡 要是開工 做節目 如是等等 那一上飛機 我只套住了一個枕頭 By the way 飛機上面 可以令到你睡覺的各式各樣枕頭都有 OK 有一個是一塊布包著頸 一個裡面有一個軟骨 這樣撐住你 這樣你就不會 就是個人躲下 那個我又 我還買了兩個 就是一個左一個右 然後有一個叫Ostrich Pillow 就是好像那個鴕鳥頭 一枕頭 只剩下一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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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睡了 下機 睡到瘋了 就想著 快點回家睡覺吧 我是預約Airbnb 我每次都住Airbnb 我不住酒店 那怎麼知道 我只是在機場等著 等著 等到天荒地老 等到所有人 行李都拿走了 我還一個人 傻傻傻坐在那裡 但你見到行李師 還大已經沒有了行李 我走去 不懂說日文的情況下 去跟地勤說 我說 拿一個行李 Tag給他 嗯 然後就 Google Translate 我找不到我見行李 然後他就 啊 這樣跟你說 你見行李不是這群基督 我就 你什麼意思 我見行李不是這群基督 然後他就說 我們不知道你見行李去哪 我那一刻 我那一刻 就是 你一定是 一定是愚人節 一定是 不知為什麼 會是一月十 十幾日 十幾日 十 不記得了 一月七日 愚人節 大哥 你告訴我 我的行李不在 你還不知道他去哪 因為呢 那時候的東京是三度 我是穿著類似這樣的衣服去到 因為我的羽絨 Patagonia 是在那個 Check-in luggage 裏面 我打算去到 先打開 套上身 拉起來 再加上頸巾 衝出去 好了 然後我那一刻 我簡直 呆了 大哥 發生什麼事 我說 我見行李 不知道去了哪 我還要問他 我說 是否在來 是否 他沒有想到這班 他在下一班 他說 他說 未知 可能下一班 那我等下一班 他說 我們也可能是再下一班 也可能不是今天班 其實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去哪 然後 我們呆了 我就是大哥 那我怎樣離開機場 然後他說 啊 樓上有一個Uniqlo 不如你去買一件衣服 如是者 浪費了阿姐 一萬日圓 七塊港幣 買了一件Uniqlo的羽絨 先頂住 好了 都挺好穿 那你以為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不是 就是 我明明在機場 已經insert了 日本的Wi-Fi卡 我落到機 我開極 它是3G 不是4G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 你記住說 我絕對 不是一個婦戶 會下飛機 就坐的士 我想沒有聽眾會這麼傻 就是 東京成田機場 出來坐的士去酒店 因為它是天文數字 那我當然是去坐 這個 Airport這部線 就是巴士 去到新宿 去到之後 近近的 830日圓 或者1000日圓之內 就坐的士 只有幾十元而已 我以為自己很聰明地 print screen了 Airbnb的地址 是print screen了 但是 我去到那個門口 那的士去到那條行李 它已經問你是哪裏 然後我認不出是哪裏 因為我沒有去過 這個地方是新的 然後 終於找到了 在這裡 下去 上去 這個時候我想說兩個字 但是又很粗俗 但是又不知道 說不說 終於是哪裏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我怎麼開門呢 就是 它有一個密碼鎖 鑰匙就放在密碼鎖裡面 那些很大的鎖 它裡面空心 你開了密碼 你就可以打開鑰匙在裡面 我就看著鎖 默哀 為什麼 因為我的WiFi卡 沒有WiFi 那 我就 少了一件行李 在看著門 開不了門的情況下 我真的 我心裡很大 我現在是 傳不到訊息 我上不到Airbnb 我 用什麼方法 我想進入房間 因為你知道 你進去就可以了 你打開了門 你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你進去裡面 是有WiFi的 那我最後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 我真的想 想來想去 有什麼方法是可以 OK 我打開Airbnb的APP 但是Message 下來了 下來了 就是下來了 就在這裡 看得回 幸好我之前 問過他 你的密碼是什麼 在Inbox裡面 不需要我再上去 那個SERVER 再看回密碼 我開了 進去 Thank God 我終於進去 然後 你以為那個 災難已經結束了嗎 Sorry 突然黑了一塊 因為我的貓站在這裡 看好奇 發生什麼事 然後 就等通知 這個時候 就等通知 你的行李到底去了哪裡 隔了幾個小時之後 那個Dacon 就傳給你 哎呀好消息啊 我們知道你的行李 今天在最後一個班機裡 我們要安排 寄你的行李給你 不過 你要告訴你 你的確實地址 如果這個時候 你住的是酒店的話 那你就照出去 你照去捉地市場 去吃東西 然後再去逛街 你做什麼都可以 那麼緊要的 但是 因為我住Airbnb 沒有一個Concierge 幫你簽行李 你一定要本人在場 然後你也不是一個酒店 他就要說 你要知道Exact地址 不只 還要 那個大廈叫什麼名 OK 如是者 我就是等等等等等等 Back and forth 等了兩天 那兩天裡面 那兩天裡面 就是 你應該要有的 都沒有 就是這樣 那我就survive了兩天 那之後呢 東京 我東京了三天 是不是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我就去日光 日光 奧鬼路 和夏金市 三個是很近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再去 這個廉仓 如果 說地圖來說 東京就在中間 日光就在東北 其實是靠福島 然後 然後 澳鬼路 就是 夏金市 旁邊 然後 回到東京 然後 再到下面 就是廉仓 OK 好了 由於我三個地方都住Airbnb 第一個地方 在新宿 你要持續生徒 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吃串燒 你想吃生物 吃刺身 沒有問題的 可以的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中焦呢 就是 日光 因為新宿 我住的Airbnb 是我自己的房間 我就打開門 我就說我站在門口 不知道什麼 進去 但是 進去之後 一天都光亮了 雖然 它那個WiFi 不是那些Pocket Wi-Fi 最後我進去之後 我用了它的WiFi 我上了去 那個WiFi卡 那個Customer Service 如果會去日本的朋友 未遇過這個問題的話 我真的要跟你們說 去避免我今次發生的災難 就是 如果你曾經用過其中一張卡 原來你進去設定 到最底下 那裡刪除了它 它是會 somehow下載了一個APP 一個Software 在裡面掛著 而我之前用過那個 因為不是同一間公司 它就鎖了我 用不到今次的卡 就是這麼簡單的原因 我已經跟著指定 它叫你Enable 4G 就Enable了 它說如果不行 就Restart 全部做過 都不行 原來是因為之前的另一間公司 鎖了 用不到新的卡 OK 所以如果你們會去的話 就是先確認 是沒有這個情況 你先起行 否則就像我這樣 即是卡住了 如果你不熟路更糟糕 起碼新宿我都真的熟 但是如果我不熟 我真的崩潰 如果你想想我一下飛機 萬一我直接去蓮倉 或者直接去日光 已經死了 好了 為什麼我說生酮 去到哪個地方 破酮呢 就是去到日光 日光那裡 就不是自己一個人 一間屋 或者一個人一間房 是住在一個 公公婆婆 房間的其中一間房 OK 我不知道她包早餐 進去吧 日光冷到瘋了 冷到崩潰 冷到你穿多少件衣服 都沒有用 你的手指 不戴手套 是會變得紫色 很冷 周地都是雪 冰 去到第二天 日本婆婆 第二天 她敲門 是那些燙門 然後 開門 她就告訴你 她煮了早餐給你吃 我已經心浪不妙 一定糟糕 果然 下樓 吃早餐 你會看到 蟹柳 粟米沙律 你會知道 粟米有很多糖 你會知道 然後 有火腿 其實我不吃火腿 我不喜歡火腿 不是因為火腿不能吃 然後 一碗飯 還有三個牛角包 麵糞湯 麵糞湯可以的 沒問題 麵糞湯 是 的而且確 你去買麵糞的時候 你可以檢查 哪些高一點澱粉 哪些低一點澱粉 但 你一碗 是不會糟糕的 OK 那碗不是粥 它只不過是拿一匙加水 It's okay 但你看著那碗飯 你已經知道 糟糕了 你怎樣跟那個 很nice的 日本婆婆 七八十歲 喂 喂 抱歉 我要罵我的貓 在這裡打架 要打致 你們幹什麼 你怎樣跟那個婆婆說 哎呀 我生疼 我不吃飯 第一 我日文是說不到 第二 她不懂英文 那你Google Translate 你要解釋 你想著你的Google Translate 或者我買了那個 Illy 那支筆 你說 然後放手 兩秒鐘幫你譯做日文 但你也不要指望 你那個Google Translate 或者那支筆 可以解釋到什麼 要做生童 OK Ketogenic 你解釋不到 但你又 見到那個婆婆 那個 水汪汪 遍布皺紋的 很磁場的 面容 看著你 你不忍心 令到她失望 那 OK 頂眼上 這樣呢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選 Between 兩個Evil 就是兩害 雙權取其輕 我問你 你會選飯 還是牛角包 各位聽眾 我現在看你們的 反應 是 性情難卻 接著再舔你 我想問你 為何會舔你 好不開心 我怎樣跟她說 我跟她說 就 吃吧 吃吧 沒錯 你們三個答了 飯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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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 四個 兩害相權 五個 飯是好過牛角包 是真的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你聽 飯 基因改造的機率 是小很多 而 小麥呢 九成九九九 OK 不是正式統計 是基因改造的 ink 卡 你也以為 你以為 那不要緊 小麥摔粟米 小麥摔 橋麥 小麥摔 obil 當然不是 他是回答了一些完全你猜不到的基因 例如蝎子基因 是不是很猜不到 因為他為什麼會回答一些完全你猜不到 但又完全合理 因為他平時要抵禦些什麼 你想想植物需要抵禦些什麼 植物需要抵禦的就是害蟲 如果他的基因本身已經帶有那種 或者是害蟲的群組裏其中一個基因 他不會受襲擊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是招爆頭的 你以為是素食者 你以為是素食者 但其實他已經不是素食者 第一 第二就是 一些基因改造的食物 有沒有長遠的影響 我可以告訴你 歷史不足以給我們答案 因為基因改造的歷史不夠長 你要過多久才會知道 其實它真正對你的影響有多大 所以基因改造的東西可以被避免 因為我只想起它裡面有蠍子 還有可能蠔工 那些我老老實實 我真的不想吃 第一 第二個原因就是 小麥裡面有膚質 其實膚質 很多人是有膚質不耐症的 所以吃了之後 你的肚子會脹 你不知為何 因為很多人每天吃 習慣了吃 那我的肚子每天都是凸 他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 你生酮後 你就會知道 你的肚子是扁的 你的肚子是不應該是凸的 然後有一個聽眾 我不開名 他發了一訊息給我 他就說 哎呀 我去韓國 因為太冷了 所以我一定要吃飯了 但我吃了飯之後 我去廁所去得很暢順 反而在香港 我生同期間 我去不了廁所 為什麼 那我回答 我吃了 磁場又溫暖的 這位日本婆婆的飯之後 我的肚子是凸的 很難去廁所 第二 就是 我反而很難去廁所 不像我在香港 第一肚子是扁的 第二肚子是一定會很順暢去廁所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習慣 你的身體還沒進入全面的生酮狀態 我講了很多次 你以為 你一下子 我想我生酮 我就生酮 然後我驗尿止息 然後我刺血裏面 多過0.5 我就生酮 你要知道 你的身體 不用糖 用油 但是你的酵素 的生成 都還沒足以應付 所以很多人 吃得油 他會餓 這個有得解決的 不是絕症 第二 第二 就是 你的身體 你的長度 還沒習慣 不吃飯 你說 我很冷 我就要吃飯 老實說 得罪點說 我覺得是理由 是一個藉口 難道很冷 你喝一碗紫菜湯 不行嗎 你喝一碗泡菜豆腐湯 豆腐是怕改造 也算了 你明白嗎 或者是豆腐海鮮湯 可以嗎 或者是那些 韓國牛肉湯 就是奶白色的 解酒的 那些 那些不行嗎 你喝一碗湯 你覺得不暖 吃一碗飯嗎 但是 我覺得是因為你想吃 如果你想吃 那你就吃 我覺得 真知就真知 不知為不知 事為真知也 差不多 你知道 你那個boundary 就是你知道 那個邊界在哪裏 我們常常說 你要break the law 你要熟悉the law 所以你要去改變遊戲規則 你要打破遊戲規則 你要改變遊戲的玩法 你首先要掌握到遊戲規則 你不是 就是 還希望透過這些行為 去說服自己 就是說 其實 我沒有飯不行 其實我吃了飯 我會暖一點 其實我吃了飯之後 我會去到廁所 其實 經過這麼多集節目 非洲人也好 說過那些 Osage 中美洲 愛斯基 沒有人最喜歡說他們 他們不吃飯 那怎麼辦 他們去不去廁所 去到的 如果去不去廁所 他們應該不存在 可能他們存在 或者他們是不是冷 就要吃飯 他們很冷 不知幾十度 所以 你要知道 什麼事情 對你的身體 長遠來說是好的 老實說 我那天吃了外婆的那碗飯 我會不會 短了幾年命 不會 我會不會 那天驗尿出來 不是紫色 會 不會紫色 你一碗放進去 你不要想來紫色 還有聽眾問 為什麼你可以喝這些 怎麼喝這些 裡面不是很多糖嗎 還問 因為這個是沒有糖 我叫它酒甜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 我覺得有很多 是思想上的陷阱 是人性的軟弱 你在那個時刻 你很想吃那樣東西 我已經說了 譬如女生 每個月 姨媽前幾天 很喜歡吃甜的 那就是stevia 你照樣可以做scone 你照樣可以做蛋糕 你照樣可以吃waffle pancake 都可以的 只不過你不用小麥粉 你想想 又蠍子 又蛇 又不供基因 然後它又有 膚質不耐症 又有胃 那些東西 一大堆在裡面 我只不過換了一些 更健康的 椰子粉 還有 杏仁粉 我一定要做出來 很好吃 我現在反覆這樣試 就是 去做一些很好吃 很鬆軟的蛋糕 正在做 我一定要做 草莓蛋糕 我只要做 whipping cream 我加stevia 做甜 再做些士多啤梨 在上面 沒問題的 我已經做了 抹茶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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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抹茶 然後 用stevia 做甜 我就可以塗進 我想吃的麵包 或者waffle pancake 其實 你的生活品質 是沒有改變的 沒有的 但是 你會有你的moment of weakness 但是你要recognize 你要知道 那個是你的moment of weakness 這個時候 我有個很毒的比喻 你老公可不可以跟你說 就是說 是 他那天 搞了另一個女生 因為 他有個moment of weakness 因為那個女生很漂亮 那個女生很年輕 那個女生身材很好 那個女生碰他 那個女生向他斬眼 向他投懷送抱 所以 她有個moment of weakness 是 兩個不是一個很好的女比 但是 如果你說moment of weakness 兩個都是moment of weakness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但是 一個是 牽涉婚姻和忠貞問題 另一個是牽涉你自己的長遠健康 因為你要知道 你的moment of weakness 可以是 好像我這樣 每三個月去一次日本 OK 當然 如果我 是 不是那麼忙 或者是 發達 我可能會 每個月去 我甚至移了萬 去那邊 OK 但是 好像我這樣 現在是三個月去一次 三個月去一次 是 會拿東西 我上次也拿了東西 我上次是人為你拿東西 不過 今次是婆婆 即是 我怎樣說 對著你 這樣要拿東西 OK 但是 regardless 好了 我今天怎樣要講這個話題 因為 不只是說 我去日本 那你說大哥 我去日本 不和你去日本 我去日本 我餐餐都可以 只吃串燒 和和牛 和吃刺親 那我就沒事了 那我不住Airbnb 不會有個婆婆拿碗飯 這樣 因為我明白 但是 你會出現些什麼 我現在 為什麼這個時候會提 就是 農曆新年 你會和親戚朋友吃飯 親戚朋友 你可以拜年 他會拿些什麼出來 他會拿年糕 蘿蔔糕 馬蹄糕 出來 think about it 這個就是你會面對 這個反而到時我沒有 到時我就會 一條在家裡 看電視很爽 覺得 可以睡覺太好了 但是 因為我在香港沒有親戚 但是你們不同 你們要面對這些親戚朋友 到時怎麼辦呢 這個就是 你要知道 規定在哪裡 還有 你 那一刻 你走出去 你豁出去 你明白嗎 OK 那一刻你走出去 你知道我去擺來 我 預了 我一定會破痛 那你怎樣呢 就是說 譬如 你要structure 你自己在路裡 要plan好 如果我是去別人家 你知道他一定 堆疊練高出來 你 怎樣跟他說你不吃呢 你知道他實質 你好像你不喝酒 那些人實質 你有沒有辦法 真的推到呢 OK 如果你說 OK 我真的沒有辦法推 那怎麼辦 不要緊 我們現在講補救方法 好嗎 OK 因為呢 每個人都會 沒有可能你說 我吃了一次 那我就這輩子回不了頭 我就會短十年命 不會的 但會不會有damage 會的 一定會有damage 正如很多人 包括我的客人 那些高端人口 OK 聽我說完之後 覺得 有道理 這樣 然後他上網搜尋 搜尋 然後就發覺 不是呀 有些網站 我每天可以吃30克 有些網站 吃50克 那你見到我經常都說的 四個瑞士卷和她的太太 很簡單 很pragmatic 很realistically 這樣說 就是 兩夫婦 即瑞士卷和她的太太 早午晚三餐吃一模一樣的東西 OK 但是 都會有分別 兩個驗血童出來 都會有很大分別 她的太太可以 不費吹灰之力 就可以去到很高 即2.8 3 3點多 但她的先生可能都是 0.8 0.9 她覺得 其實OK 過了0.5 就OK 是OK 是真的OK 但是 為什麼兩個人吃的東西 差這麼 沒有分別 兩個人吃的東西 由朝對到黑吃的東西 一樣 但仍然有這麼大的分別 你要知道 就是damage is done 就是 你這麼多年以來 幾十年以來 你所吃的東西 在你的身體裡 已經構成了 它的傷害 四個瑞士卷不是流的 你明白嗎 你的胰島素一直高企 你要它回落 要時間 因為你要知道 胰島素是影響 每一個細胞 身體裡每一個細胞 而呢 我知道我很久沒有講過癌症 我接下來會再回頭 我會再講過癌症 但是呢 其實 癌症現在 終於 有研究 顯示 第二 就是 跟一個 延長期的高企 有關 就是什麼呢 癌病 是跟長時間的 和胰島素高企 有關 那麼你的胰島素 為什麼會高企 好好的 因為你不斷地吃東西 去刺激胰島素分泌 而胰島素不斷地分泌 但是 那些細胞已經 習慣了 有這麼多的胰島素出來 它就開始不理它 明白嗎 正如 好像我 罵貓一樣 或者你媽媽 罵兒子一樣 第一次喝你 你立刻站在那裡 嚇到 震 立刻停 但是你媽媽 每天都這樣喝 你就會當它透明 你身體裡面的細胞一樣 就是你不斷地吃 粥粉麵飯 麵包蛋糕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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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喝甜的東西 吃糖水 然後還要 一天三餐都算 一天吃六餐七餐 不斷地棄進口 不斷地棄進口 當然不健康 人類 幾可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OK 幾時 是有這麼多東西吃過 沒有 Never OK 人類 餓的時間 是多過 飽的時間 在任何時期 你說古代帝王 吃很多東西 很長命 你有沒有留意 清朝的帝王 比之前的皇帝還長命 例如乾隆皇帝很長命 康熙也不少 清朝普遍皇帝是長命的 有一點 你們有沒有留意 他們吃兩餐 他們是沒有所謂的lunch 如果沒有記錯 兩餐我肯定的 但是是早餐和晚餐 還是早餐和lunch 我反而不記得 這是真的 你說中間有沒有口粒濕 有可能 也有可能沒有 I don't know 但是如果你看他們的 行程 就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吃東西 好了 所以說回來 我們每天瘋狂地吃東西 不斷地吃東西 It's not right 反而要看回頭 就是為什麼你的身體會逼走入 為什麼你的身體會逼走入 為什麼你的身體會不斷地 傳出一些飢餓的訊息給你 你知道我有做生酮的consultation 是不是 生酮的consultation 每個人上來做consultation的聽眾朋友 我都會煮一頓飯請你吃 OK 不要反過來說 不要說你想來吃生酮餐 順便做consultation 錯 是你想來做consultation 我們有個keto talk 我們有個keto的分享 consultation 聊天 然後你上來我煮一頓飯給你吃 OK 好了 這樣 有很多是cancer patients 很有趣的是 他們留意這件事 吃了生酮之後 我可以找很多人版 去講這件事 去現身說法 就是吃了三天 四天 不痛 尤其是Lung Cancer 有幾個都是這樣 就是他說 本身背部很痛 但是吃了三四天之後 不痛 還有 行得走得 沒有什麼 最明顯的是什麼 除了不痛之外 就是不肚餓 以前是不斷覺得 要找東西塞進口 不斷覺得要吃東西 但現在是 真的飽 真的飽一天 飽足一天 所以這件事 回頭 就是剛才有一個聽眾留言 Ming Choi說 剛才說 在韓國很冷 吃飯 他想他的意思就是 飯的飽肚感長一點 能量持久一點 好 湯水容易消化 很快沒有能量 錯 絕對不對 如果 在你的飲食裡面 是葡萄糖為主 我跟你說 你不要以為 你一口口口口腔 玩到口腔為主 你只要吃粥粉麵飯 餅乾蛋糕 麵包 這些東西只要含糖 含澱粉 你就將自己鎖死在單純用澱粉作為能源補給的狀態 你記得我經常都說 你要是WiFi 要是3G 要是WiFi 要是3G 你就不能半WiFi 半3G 4G 所以你要選清楚 你想选哪個路線 但是一而再 再而三 有很多的 evidence 指出給你看 原來你一直有這麼高的糖分在身體裡面 它會促進發炎 你的頸項薄痛 醫路痛 那裡痛 包括腦退化症 包括糖尿病 包括心血管疾病 包括癌症 原來都跟糖尿有關 你還要吃的話 這是你個人選擇 我尊重你的個人選擇 畢竟我不是跟你個人小 所以你的選擇是你的 但是如果你是說我想我去到六七十歲的時候 我給同年齡的人健康 我想退休之後 我可以去環遊世界 而不是訓醫院和不斷進醫院覆診 排期覆診 排期覆診 我想真的很舒服地安享萬年 那你就要做選擇 做選擇是說 我依賴用脂肪作為能源 因為脂肪是一個 clean energy 它不會令到我的身體發炎 它不會令到我的胰島素一直高企 引發一連串的問題 但你都會出現像我那樣的情況 就是婆婆拿一碗飯給你 你不知道怎樣推 你去朋友家拜簾 她拿一碗連糕蘿蔔糕出來給你吃 那你就想了 我可不可以不拜簾 即是不去別人家家 我們出去吃飯 我們出去吃飯 吃西餐可以嗎 那吃中餐 你試試日本食物 吃串燒便可以 吃雞皮便可以 吃肥豬腩 豬頸肉便可以 但 這不可以的 農曆新年一定要吃中菜 可以 沒問題 芥蘭炒牛肉、蒸肉餅、蝦仁炒蛋 其實很多是可以的 你問我這些汁裡面全部有糖、澱粉、粟粉 我知道 我其中一個職業 其中一個是廚師 但你要記住 你不要用潔癖去看這個世界 因為水自清則無魚 這樣你只會很痛苦 我遇過一個女生 其實是蕭公子的朋友 也是我認識的一個女生 不要說是朋友 她說 我試過肩膠 我喜歡吃Sushi 我放棄了 我心想 你繼續吃吧 你這麼胖 我心想 其實 你喜歡吃Sushi 沒問題 你喜歡吃Pizza 沒問題 你一個月給自己一天 你明白嗎 你一個月有一天 那一天 你做完你想做的事 包括你想吃Bagel 記住 她的GI impact是8日 就吃Bagel 你Bagel完之後 你還要吃Macaroon 你吃Macaroon 然後你的Lunch 你想吃Pizza 吃Pizza 晚上你吃煲仔飯 Go ahead 一天 一個月給自己 一天 去放縱 你覺得我用了29日 或者30日 去換這一天 OK Do it 可以 那你在想著 你接下來的農曆年 你是不是 由初一至十五都是這樣 還是我可以逼迫 我逼迫 初一至初三死就死了 所有人 你要跟我吃飯 你就約我初一至初三 因為阿嬸或者阿姐或者阿叔 我禮拜初四我就要開工了 我就沒有空理你了 這樣 你就編了 你把所有的傷害 集中在那三天 那三天裡面 我會建議你怎麼做呢 就是 兩件事 其實不止兩件事 但是兩個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 回家的時候 早晚 你把黃薑粉 買到阿麻子奶就買 買不到就罷了 去沖這個黃薑粉加肉桂粉 因為肉桂粉是證實了可以降低血糖 降低升糖值 就是說 你吃了一堆砂糖 或者一堆澱粉下去 它會減慢它升你的血糖的速度 那你說那黃薑粉呢 黃薑粉呢 黃薑粉呢 是壓制你的身體的發炎 因為呢 你一有糖下去 你的身體就會發炎 譬如說 你可以頸痛 我腰痛 我走心痛 我關節又痛 濕疹又爆出來 如是等等 所以你需要這兩件事 將它混合在一起 那為什麼我說阿麻子奶 買不到就算 買不到就算 買到你去買 因為阿麻子奶裡面 有很多Omega-3 Omega-3也可以抑制 就是降低發炎 所以你把三坨東西放在一起 那你想甜甜的 你就加一點Stevia 甜菊葉糖 OK 明白嗎 這個就是 幫助你 解決 OK 你 焗住 沒有proportion Tessa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我不 整個workshop 教大家煮東西會崩潰 為什麼你會崩潰呢 因為我是無法告訴你 分量 因為 認真一下 OK 你要煮東西厲害 coming from一個 multiple award winning chef OK 就是 你不要相信 食譜 你要有能力 在沒有食譜的情況下 你都能煮到 你要有能力 就是 我只要試過那件事 我就知道怎樣煮出來 你要有這個能力 那這個能力 怎樣 不是與生去來 絕對不是 是訓練出來的 試 訓練 不斷地拿東西 不斷地坐 不斷地做 我那個時候 佔領期間 我煮食給學生 有一次我去煮Scon 我第一次做的 其實我很喜歡吃Scon 你問我 如果有一天 我去London 跟著那間店 Scon出名 我不會吃 我當然會吃 因為 I don't live in London 你千里迢迢去到那裏 吃 吃完之後 就回去 那杯 但是 你不要想要天天 like I said 如果你是三個月去一次旅行 你就去 你就做 OK 就是要努力練 你避不開的 你明白嗎 那你就做 那你要想想 與其就是 我在這裏 很內疚 很內疚 死了死了 我破了一次之後 就覺得 回不了頭了 以後就豁出去 不是 你想想想 你怎樣補救 你想想想 我怎樣把傷害降到最低 所以就是我剛才說的方法 就是 麻子奶 因為她有很多的 Omega 3 OK 我想不一樣的 傑哥 因為肉桂粉是Cinnamon 月桂粉 月桂粉 月桂呢 是Bay leaf OK 所以我想不一樣的 我把阿華紫奶 加熱 我要教大家 加熱 加一個Cinnamon 加一個Timerick OK 你喜歡加Stevia 你喜歡加橙皮 加橙皮 然後喝了它 嘩 好味 這樣 不難喝的 我想說一件笑話 就是 我去 即是我去日本 我在淘寶上面 我見過 有一個人 就買一些護膚品 買日本護膚品 他就說 只要去過日本的親門 都會知道 日本的女生 每個人的皮膚都幾乎勝雪 吹彈得破 完美無瑕 即是類似這些字眼 OK 跟著我心裡 我想你真的沒有一個日本 你一定沒有一個日本 因為日本的女生 絕對不是出什麼皮膚好 絕對不是 18 19 20歲 Yeah Maybe But Anything above that 老實說 香港女生 同年齡 比日本的女生 好多 Seriously 真的 我沒有去過 阿仔 你不要再玩去 不要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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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玩具 OK 好了 即是 我沒有去過沖繩 去實地考察 I should go sometime 我都想去的 但 你想想 整個日本 出名什麼 長什麼 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最想駁斥的是什麼 那些說 我餵人奶 我不吃海鮮 我的中醫說 不要吃海鮮 會發 我真的想問 中國人的平均壽命 什麼時候長過日本人 Answer me 沒有 你猜一下 日本媽媽和韓國媽媽 生完兒子 第一個 吃的是什麼 海大湯 或者紫菜湯 Same thing Guess what 中醫就會跟你說 哎呀 寒涼啊 這樣 但是 我想告訴她 從這個 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and Nutrition 的角度 就是我讀的東西的角度 It's perfectly right You know why It's perfectly right 因為 海大或者紫菜 是寶來的 裡面有大量的礦物質 我經常都說 你不覺得嫁佬有很多頭髮 你看安倍晉三 整個頭都是頭髮 你看那些嫁佬 六七八十歲 都是很多頭髮 比起同年齡的 香港 或者是 中國 或者是 泰國 越南 亞洲人 是多很多頭髮 你看韓國人都有 這樣的跡象 為什麼呢 因為跟他們吃的東西有關 是啊 這樣就看看 好了 我不是說剛才那個 去過日本的親門 覺得日本的女子皮膚 那個是那個 都點漂亮點漂亮 那個 日本的女子皮膚不好 絕對不好 如果你叫我真的看他們的 diet 問題是哪 就是太乾淨 什麼叫太乾淨 沒有油 你知道日本 他拿一碗湯給你 我不是說麵紙湯 有另一種很清的清湯 就是consumer 是沒有油 一定有油 日本除了拉麵 燒肉 哎呀 做什麼啊 仔 這裡有個很可愛的小孩 你知道嗎 等一下 我分手 因為他太可愛了 我打算抱他過來 給大家看他一眼 幾個星期沒見 幾個星期沒見 Shay Hi 是不是很英俊 好了 繼續 所以 除了燒肉 串燒 拉麵 是有大量的脂肪之外 其實 日本人平常吃的東西 真的很乾淨 沒有油 你說 魚有油 對 有油 有油 但是 我們說 多少是說比例 你明白嗎 是少的 你看整個日本哪裏的人最長名 沖繩 你想一下沖繩的人吃什麼 跟日本其他地方的分別在哪裡 日本人吃得不油 沖繩反而值得很油 沖繩是什麼 豬腩 還有蛋 還有海葡萄 海葡萄是什麼 礦物質 還有另外一個 沖繩長壽之謎 就是黃薑茶 黃薑茶 他們是將黃薑 加 我不記得 是加茶葉 還是加 不記得加什麼 總之 他可能會加一點蜜糖 我不知道 你可以加stevia 如果你想它甜甜 是當他們的茶喝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心血管疾病 腦退化 糖尿 免疫系統疾病 全部都是跟發炎有關 所有的慢性病 無一是不跟發炎有關 這個時候 紅茶菌 記不記得幫助了什麼 有很多好處 其中一個就是 對抗發炎 我這裡有 我想20支 最多20支 再說一次 我開個post 先到先到先到 銅鑼灣教授 Yes 按瓶 我們要環保 那瓶我會收你20 但是你下次給我 那瓶我幫你裝 你就下次可以省20元 那 這一支是一粒的 那 成為150元 那瓶就20元 明不明白 好嗎 這個是充滿愛心 我自己做的 我試過的了 是可以喝的 沒事的 而且是好東西 如果你想自己做的話 我想告訴你 我找到香港有人做 在南丫島 就600元 他就會教你做 當然你可以去找他 試一下 你喜歡 沒有所謂 總之我有20支 你回去 你可以開水喝也可以 你可以開水 最重要是你沒有加熱 加熱裡面的益生菌 就很差 你不加熱的情況下 你加梳打水也可以 加清水也可以 你加清水也可以 下次可能我會試用綠茶做 或者用花茶做 平時是紅茶 因為紅茶是最穩妥的 其實 OK 好了 在說什麼 我在說裡面 我先喝一口 你幫忙看看好不好 沖繩肥 吃點東西肥 所以沖繩女生出名漂亮 你知不知道你要耐老 我接下來會說皮膚 我有幾個好消息要公布 第一個好消息就是 我會生生生生地 終於開一間網店 因為有一個很好的 聽眾幫我手 註冊了網紙 你知道我是零技術的 真的零技術的 真的零技術 我會網店 上面有 乳衣金藍 乳士等等 幾劇東西 放在上面 包括 就會是 私人調配的 護膚油 其實我以前讀過 香薰治療 不過 這些東西說來把鬼 但是 如果 到時 是可以私人調配的 就是說 你皮膚的情況 是怎樣 然後 我幫你混一支油 絕對會好過你外面買 我想告訴你 我對上一次打工 我是做 化妝品牌子的公關 Lancome的公關 當時 我 跟整間Loreo 經常都要開會 以及跟一些大的 百貨公司的大姐開會 我經常都覺得 那個年代 我打工的年代 十多年前 你知道那時流行什麼 是 Oil free 沒有油 零油 爸爸杯水 即是說這些 我經常覺得 白痴 白痴 OK 你就繼續補 為什麼 經常都說補 即是補充補 因為是 保存不到 你明白嗎 所以你就不斷查 你查多些 你越查多 你就越用得快 你越用得快 他就越要做多些生意 賣多些東西給你 他一定好的 你明白嗎 我會 接下來 我會說護膚 OK 先說這些 和身體裡面有關 有聽眾說我 現在 和半年前 差天共地 哈哈 謝謝你 我沒有去韓國 我沒有拉皮 我沒有正容 我真的透過身體力行 生酮 去令身體和皮膚有轉變 你問我 我有沒有做了什麼 我真的很坦白說 皮膚一定要有 皮膚一定要有 我其實在這裡透露一點 不如開張照片給你看 我開張照片你就知道了 開張照片你就會相信我 等一會 我待會要說 關於椰子友的消息給你看 快點 等一會 這張照片很棒 你們看到就會 嘩 看了這張照片已經幾年前了 夠了 等一會 準備了 嘩 看不見到 這張照片 俗稱我姐姐 說笑 這張是Nigella Lawson 大家認得 以前的 她是財政大臣 好字 Nigel Lawson 是不是財政大臣 我不記得了 那個女兒 美女 旁邊的位 就是organic 什麼都organic 然後吃東西沒有油 好 乾乾淨淨 乾淨 而這位 旁邊的 我俗稱我 的大姐姐 她是 牛油 牛油和牛油 還不是朱古力 好 你看兩個人的分別 你以為 看上去 兩個人相差很多 兩個人同年齡 看到沒有 分別就是 飲食 飲食 飲食裡面的油脂多 影響你的皮膚很大 OK 行不行 這樣 好了 這個時候 我可以透露少少給你們聽 其實皮膚 護膚品公司 一定很想你 補水 補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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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 是油脂 補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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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重點是 我不斷補充水分 但細胞 補濕 根本不足夠的油脂 我保持不住 第一 水分會揮發 它不斷地揮發 你就要不斷地塗 化妝品 護膚品公司 一定會開心 因為它多賣些產品給你 你繼續跟你說補濕 你真正要補濕 是要油脂 洗完臉 第一件事 是要塗油 這樣 你的皮膚才會好 知道嗎 所以 塗在皮膚上 第一件事 是油 接著才是水 不是調轉 現在外面 所謂的Bug Oil 大行其道 很多護膚品牌 出很多油 不用浪費 不用花錢 我接下來 私人調配 幫你們混 你要買外面 沒問題 但你不要相信外面 化妝品姐姐 跟你說 你是塗完所有東西 到最後才塗油 我可以告訴你 你試不要緊 你不用相信我 鄰近地區 偉大領袖 毛澤東 實驗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 你就試 你根據他的方法 其實你試三個方法 第一 Oil free Oil free 一個禮拜 再試一次 是根據他的方法 就是 洗完臉 塗爽膚水 然後精華 臉霜 然後防曬 然後再塗油 OK 再試第三個方法 就是我的方法 就是洗完臉 塗完油 然後再塗爽膚水 精華 臉霜 防曬 明白嗎 我告訴你 我這麼多年以來 阿姐我至今沒有皺紋 是真的沒有 OK 真的沒有 我 我38 就慘 不要緊 我依然覺得自己是18 你明白嗎 我在我自己的世界裡是18 好 雖然我身分證不同意 但我不會理我身分證 我理我自己 好了 但是呢 就是因為我這麼多年以來 我根本完全不會理會他 我不會坐在外面的什麼 白杯水 保濕 那些 人要有主見 我一開始已經跟你們說 OK 你要改變遊戲 規則 你首先要知道 遊戲是怎樣玩 OK 所以 你要了解 你要一個很清晰的understanding 這個時候 吐龍小佛家的說法就是 你知不代表你誤 我知道 和我是否真的領略到 是另一件事 我領略到和我是否真的感悟到 又再是另一回事 所以 是不同層次 你的understanding 可以一直deep in 你明白嗎 你對唐的tolerance 就是你對唐的容忍程度 是應該等於你容忍到你的另一半出軌 這樣你就穩固了 OK 最好是這樣 但是 你這幾年都是塗油 是呀 塗椰子油是好的 椰子油怎麼那麼好呢 椰子油好 馬油也好 所以我幫你們混合的 其實我不只是椰子油 單一椰子油 或者單一馬油 我裡面還會加 譬如那些叫做 C buckthorn 叫什麼 我等一下說不出名 對不起 總之很多種不同的油 因為你知油有profile 即它有那個lipid profile 它有多少是poly unsaturated 多少是mono unsaturated 多少是saturated 所以我們要盡量拿那個profile 是complete的profile 但如果你說我現在 因為我沒有一個網店 我沒有空幫你們混合油 我都要先開網店 你不要催我 我不知道多久搞定 到時候就會有 但現在未有之前 你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我會寄給你的 我會計算運費 我找澤吉便寄給你 或者信封 沙擊油 Yes Helix Thank you 沙擊果油 椰子油 馬油 還有 椰子油 You know You name it 還有不同的精華油 維他命E油 牛油 牛油果油 你拿一個很 complete的profile 去令你的皮膚 等於你吃的油一樣 有長年脂肪酸 中年短年脂肪酸 你都要油 正如有Omega-3 Omega-6 Omega-9 三樣東西都要油 但其實最重要的 今時今日是Omega-3 因為Omega-6 Omega-9 在我們的飲食裏面太多 多到不肯 OK Yes 護膚的話 你們儘管試我剛才說的方法 就是 你可以Omega-3 一個禮拜 再試化妝姐姐教你的 所有水完之後才塗油 或者試我的方法 就是洗完臉 洗得很乾淨 要求 然後塗油 再塗水 你會看到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那個補水的能力 是相差很遠 我是可以 是 我呢 以前是出粒粒 即是爆暗瘡 是嗎 很開心 謝謝 OK 開心我沒有工作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回來正常 OK 這樣就是 顛完之後 我忘記剛才說什麼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真的忘記了 忘記了 給你炸 然後我忘記了 我的補水能力 YES 因為我以前 是生粒粒 爆瘡爆到 爆到什麼程度 爆到要吃Rocutane 有皮膚科醫生 或者醫生在這裡 知道我說什麼 是要驗血的 驗肝子素 沒有問題 然後你要簽了東西 才可以開給你的 那一種是西醫的終極痣粒 終極痣 沒有東西比它厲害 皮膚醫生會怎麼做呢 它會開燒鹽藥給你 OK 然後呢 你吃燒鹽藥 這樣 吃了一陣子不行 它可能會開女背信給你 可能會看年紀 看很多東西 然後呢 什麼差都沒有用的時候 它就會開Rocutane 或者叫 Accutane 好像有兩個名字 英國到美國 也不同 對了 我們吃過兩次 Rocutane 那一陣子 你的臉是收乾到整個人 收乾到 你整個星期不用洗頭 你覺得很變態嗎 你真的完全沒有油 這只是洗塵的 頭髮是完全不黏的 所以從此之後 我的臉就是熱情的沙漠 我記得那時候 進去Langgap做 它有部皮膚測試機 測我的皮膚水分是十幾 十幾個巴仙 即是崩潰 是乾到瘋 即是我如果沒有理會 即是信了那些百杯水 信了那些補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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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鹹魚一樣 或者是梅菜一樣 但我只想說我沒有理會 所以人要有主見 所以很多時候 我發覺我做Consultation 即是你們上來 我說完是850元而已 你會對著我兩三個小時 夠的了 真的夠了 你不要想坐十個八個小時 兩三個小時 你要知道的東西 我全部回答你了 然後我就會 請你出門口 我就要睡覺了 但我發覺很多時候 Consultation 是要correct的 是什麼呢 是觀念和想法 我又講一個很個眼的例子 一個女生 我收到她的訊息的時候 我挺驚訝的 因為她就說 我想知道怎樣鍛鍊肌肉 她就說我想瘦 我想減脂和增加肌肉 很驚訝的 因為通常女生都跟你說她想瘦 你跟她說要增加肌肉 她就說我不要 我不要大隻 但其實我很想 給我一個手臂給你們看 我是 你看不到反光 不要緊 我是有肌肉的 我大腿是男人的 如果你看不出來 穿短褲也不會很大隻 或者我穿武衆衣 也不會很大隻 但如果你摸就知道 我有個朋友 剛剛我見到 進來 他就是傳著中國IT仔 如果你有請我的節目 你知道我經常拿到他出來說 有一次 不知道我跟他在街上走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的時候 我不是一說脂肪和身形什麼 我是男生 但你也知道我其實很男生 我抓住他的手 一下子摸到我的腹部 他就馬上說 你有練嗎 我就說 那做瑜伽 你覺得做瑜伽不用練腹部了嗎 你上下本身是切開了 就是支解了 就是腰斬了 你做瑜伽 我們說Vinyasa 或者是拜日式 裡面 Vinyasa裡面 就是有平板式的 然後那些先生很變態 叫你在平板上很久 然後 我記得我早幾天去做那些 不是早幾天 就是我去日本之前 去做那些HIT 就是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那間很好的 我真的非常推薦那間 每次的workout都不同 那天就是我加兩個女生 就是那班 我兩個女生和兩個男生 做什麼呢 做掌上壓 那 女生通常會是膝蓋在地下 做掌上壓 那兩個男生當然是帥 不會膝蓋在地下 那我就沒有膝蓋在地下 因為瑜伽 如果有做瑜伽的聽眾知道 Vinyasa裡面 你做完下九色 就是Down Dog之後 那你就變成平板式 平板式 下一個是什麼 Chattaranga Chattaranga 就是你平板式 你知道平板式是什麼 你應該知道 就是人的頭在這裡 就是腳 屁股 背部是一條直線 不是一條膠躺下來 不是拱起了 是整個直線 就是手按著地下 腳尖在地下 撐著人 其實做得更好 就應該是你的人 是好像被人拔起背部 這樣窩起的 接著 Chattaranga 就是你這個人 用腳尖向自己推前 你的腳本來是斜斜的 但是你將自己向前推 你就真的在兩塊腳趾 這樣吊著自己 將它向前傾之後 手臂貼著身 放自己下去 但是背部還是直的 這真的是靠三頭肌 腹部 背肌 和大腿的力量 主要是三頭肌 腹肌 和大腿的力量 所以經過這些瑜伽的訓練 我那天的掌上壓 平時的掌上壓 你可以啞開手臂 因為Chattaranga 是要夾著下去的 如果做運動人就明白 你的肌肉是要多用很多力的 因為你不能分散投資 你不能分開一些力 你被迫著 只是出這裏的力 撐自己下去 那些瑜伽是很變態的 不知為何 叫你Chattaranga 那些瑜伽是很怕他數三十 你簡直是被人震了 然後說錯在心中 就是這樣練回來 而那天 在Orange Theory 是這樣下壓之後 他要你上回來的時候 是要拍手再下壓 這一下 我看到大家的臉口都青了 而且很難 你想想一下 你推自己下去 然後上來那一刻 你要夠力 可以讓你自己在空氣盆浮到 一秒鐘、兩秒鐘 讓你可以拍手再下來 OK 待會你們試一下 所以我覺得 我收到那個聽眾的訊息 說他要練肌肉 我覺得是好事 因為他有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就是 你要知道你要有線條 你要漂亮 你必定要有肌肉 因為脂肪是一塊的 一個波 一個軟軟軟的 但是肌肉是一條的 所以你要浪得住衣服 你要穿得很貼身 是靠肌肉去支撐 你的骨架 整件事能夠很收場 是靠肌肉的 而且你的身神代謝率 高不高 都是靠肌肉的 但是上來 他就告訴我 他跟PT做了三年 都是這樣 然後他就告訴我 你告訴我 我們怎樣才可以瘦 你告訴我 我每天要吃什麼 為什麼我不瘦 我生同種都沒有瘦 然後我會問 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我就問他 那你吃什麼 他說水豬魚 還有呢 野菜花 我說這就是一天 那其餘的日子 沒有啊 都是吃這些 我過去幾天都是吃這些 我說你每天都是吃水豬 和野菜花 他說是 那你生同了多久 一個星期 我說一個星期 你想瘦很多 這樣 這個時候我就反眼 不要緊 乖乖地 你做得對 你就會瘦的 很多時候 你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邊 為什麼你生同 你不瘦 為什麼人生同瘦 你不瘦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you're not doing right ok 那所以呢 我講個好消息給大家聽 就是我下一次做 consultation 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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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19號 ok 那19號會有一次 還有再下一次會是25號 可以嗎 ok 今個月 今個月是19 即今個星期是5 還有下個星期是4 這樣 如果你是一兩位 兩三位 ok 想上來 聊呀問呀 你喜歡問什麼都可以的 ok 即不是無聊的事情 當然就是 比如說我皮膚很乾 或者是我想減淡些斑 或者是我想瘦 或者是我想有條腰 或者是我有糖尿病前期 或者是我膽固醇高 你明明我想說什麼 你想問的事情 ok 你可以在這些日子 即是剛才說的10 糟糕是16 我剛才說 10 不是16 sorry 19 或者25 ok 那你呢 想來的話 在新童感受的頁面上 傳給我 oh by the way 我說了這麼久 我發覺我忘了分享 啊 豬油餅 吃牛餅 謝謝 啊 等等 啊 為什麼出不去 太過分了 哎呀 謝謝 謝謝 你們先留言 牛絕鹽 先 抑死我了 糟了 生活感受不見不到 除非死肥仔好好幫我分享 但應該是不會 嗯哼 真的沒有啊 糟了 嗯 oh no 好了 回來了 我終於分享了 好了 看看你們有沒有什麼留言 總之呢 今天的好消息包括 我接下來會生性整個網店 然後要買的東西都會在上面 第二呢 就是 紅茶菌忠於面細 OK 只有20枝而已 150元一枝 那瓶就另外20元 那你下次給我一個瓶 我就可以 不用再給我20元了 OK 就是當按瓶 第三呢 就是 如果你想聊天 你講生童 OK 如是等等 問問題 沒有問題 19或者25 那我會開個post出來 紅茶菌 OK 接著 19、25 這樣 這樣就850元 consultation 兩、三個小時 我們一起坐在這裡 聊天 這樣 然後呢 熬煮飯給你吃 生童 當然生童的食物 好了 接著呢 但是如果你是人多的 例如你六個人或以上的話 OK 這樣 就你另外約我了 因為呢 那晚我留給那些 一、兩個人 兩、三個人 三、四個人 OK 但如果是六個人或以上 就你另外發訊息給我 另外就是 如果是癌症 你另外約我了 因為呢 癌症是要解很久的 那我不想癌症了其他人的時間 因為其他人會問什麼都可以的 即是 你說什麼都可以 大家坐在這裡 雜思廣益 大家坐在這裡 互相聊天 互相share 大家 你明明是遇到的困難 譬如說 我不知道吃得什麼 不吃得什麼 所以 你沒有人會發表出來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幫到其他人了解更多 OK 好了 接著 是 椰子澳消息有 有有有有 OK 好了 好了 講完椰子澳消息 我就可以下班了 耶 OK 紅茶菌 我另外會出個post OK Consultation 我也是另外會出個post OK 行不行 OK 就是 劍橋大學 OK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那 那個researcher 就是 KT Cow OK 還有Professor Nita Ferrochi 如果我沒有讀錯的話 OK 他們就是 做了一個為期四週 每日食用椰子油 就發現有效降低 心血管疾病 和中風的風險 OK 這個劍橋大學做的research 是94個自願者 由50至75歲 沒有人是有心血管 或者糖尿病病的病史 他們就把這94個人分開三個group 三班人 每天 去Consume 50g 50g 你記住一個湯匙是14g 那50g 大約是三個湯匙 左右 記不記得我說過 我慈愛的王父 生前 我請他 每天吃兩湯匙的橄欖油 他過半月就已經 什麼都正常了 記不記得 那麼 這個94人的research group 分開了三個 都是你家 他必須竇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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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上的水平 就发现 吃牛油那一班 就在他们所谓的LDL cholesterol 是升了大约10% 这个 不要从此之后怕了牛油 我想告诉你不用怕 因为瑞典 他们将 high fat low carb 成为了国家饮食政策 之后心脏病是跌了的 牛油的摄取量高 心脏病反而跌 它的巴是这样行的 牛油越多 心血管疾病 心脏病越低 我可以解释 因为我还没说 心血管疾病那一部分 不要紧 我提一下 等你们有点心理准备 吃牛油那一班 就发现 LDL所谓的 Bad Cholesterol 就升了10% 而吃橄榄油那一班 就发现 它那个LDL 就是所谓的Bad Cholesterol 我说所谓 因为其实没有这种东西 我迟些会说的 是跌了 而好的Colesterol HDL就升了5% OK 好了 但发现吃椰子牛那一班 HDL即好Colesterol 是升了15% OK 我之前过一个1981年 是针对两个大西洋岛屿上 它们进食椰子牛的百分比 介乎40%至60% 它们的Colesterol 是没有心血管疾病的 OK 也没有结设到 是saturated fat 即饱和脂肪 是跟心血管疾病有直接关系 是时至今日 OK 由此至终 饱和脂肪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胆固醇会令到血管闭塞 从来都只是一个假设 OK 从来只是一个假设 此作俑者就是万恶的Ansel Keyes 当年在美国国会提出这件事的时候 Panel的医生是说 他需要更加多的证据证明 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是跟心血管疾病有直接关系 Next thing you know Ansel Keyes became the director OK 接着呢 后面就不用解释了 所以我每次 我都讲过了 我是有政治立场的人 每次跟别人说某个政权 当某些邪恶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说 美国怎样的邪恶 我告诉你 美国邪国在于 Big Pharma 就是药品公司 因为 你怎样说都说不通 就是 由一些所谓的Med Rep 药品销售员 走去跟医生说 你应该开什么药给病人 这件事是怎样都说不通 因为那些Med Rep 是没有医生训练的 我都不会走去跟医生说 你应该开什么药给病人 你是不是撑身头 为什么会有一个销售员 走去跟医生说 你应该开什么药给病人 然后销售员拿什么去 去认识医生呢 就是所谓的 FDA approve 所谓的clinical trial 但他又没有告诉你 其实clinical trial 他可以exclude人 所以魔鬼在细节当中 懒的人 是往往不会进入细节 他出了来 一定是support他的 那份所谓的clinical trial 还有你不要以为FDA approve 一定是稳定的 记不记得有一只药叫做FanFan 一只减肥药 Google看看这只药后来发生什么事 这只药都是FDA approve的 所以 我想告诉你 美国邪恶是big pharma 我刚才那件事 你跟我拗 你尽管跟我拗 为什么会有一个 完全没有医学背景的人 去教医生如何开药 这件事你怎样说都说不通 OK 还有 我将来会说 降低胆固醇的后果是不堪辞上的 胆固醇是我们身体必须要有的东西 你没有胆固醇 你死得比你有高胆固醇 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所以我一直忍着手不开 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真的有很确定的背景 脖子打得很好 才好开 所以如果还在跟我说 吃这么多油会不会有事的人 其实你的背景是没有确定的 不确定是不应该开这个题目 所以时机成熟的时候 施主就会说 OK 今天说到这里 已经12点39分了 今天说了很长 拜拜